和大家讲讲三者新股的基本资料 小鹏汽车 新上市编号是9600元 招股价最高180元 一手100股 入场费大约是18000多元 计划发行8500万股 集资最多153亿 就是今次三者新股里面集资最大 首季收入大增6.2倍 但仍在录虚蚀 超过7亿8千万 可以留意新世界行政总裁郑志刚 是有份研究这只股份 另外一只刚才提到的生物科技概念 就是康朗亚生物医药科技 新上市编号是2162元 招股价最高53.3元 一手500股 入场费是这三者最贵的 接近27000 有纪录以来新股是偏贵的一批 计划发售大约5800万股 集资大约31亿 还未有收入和盈利 去年亏损8亿2千万 另外最小的是朗诗六式生活服务 新上市编号1965 招股价最高4.16元 介乎范围2.8-4.16元 一手1000股来计划 入场费大约4200元左右 计划发售1亿股 集资大约7亿8千万左右 刚才你和我们三个 都略略分析过投资价值 或者前景 但如果总部每个都要照顾 如果资金应该如何分配? 只选一个来到中 还是小盘和康乐压割分配 策略如何保护? 我觉得今天当然有这三个 但加上同期有很多资金 还有这星期的率价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觉得在资金上说 说实际上大家都一定有限 没有可能他们都做得到 所以我想选择来去选择 我想刚才提到 今天说的三个为例 这三个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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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的招育反应不算太热烈 也不是超级夸张的 所以再配上去 其实并不是太大的吸引性 或是炒作条件 所以我未必太见大家去配 一定压度下去 反观你另外两只 可能小鹏和康洛亚 可以相对做一些配置 但如果我选择短线的炒作 可能康洛亚会多一点 但要留意一点 始终如果大家如何配合 也好 特别是胸展 也好 也要留意蜉口的情况 因为始终很多时候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你种到回来有一回事 竟然升到有一回事 但够不够蓋蜉色 也是要考虑的地方 而不是每一只都是时代天使 所以我觉得 如果大家计算过 可能要借到很尽 而令到胸展蜉很高 我觉得这些就未必太直博 因为始终近期有这么多新股 但资金是没有多 所以令到每一只的升幅 可能会比较有限 但如果你刚才看到 或者看到时代天使 那一刻 除了它本身的供求很失衡之外 其实同期是没有其他新股撞 只有它一只 是比较明显 所以资金是集中炒它一只 会更加夸张 所以这是会有少许分别的 所以我想大家都要考虑自己的 先试试这个变化